嘿,大家好,我是宇墨 跟大家八卦一起 黄明志那首《墙外的神秘女》主唱 现身了 看了照片长得很美 前段时间宇墨也说过《墙外》这首歌 它是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 为台湾金门写的一首金门观光曲 但是这首歌的歌词 也是在讽刺大陆的高墙 阻隔了向往自由的两岸的人民 黄明志之前写的那首《玻璃心》 在YouTube上播放量已经突破了千万 那首歌讽刺了大陆的小粉红 也意外让很多人也认识了它 热度一时不减 这次是受到台湾金门县的邀请 为金门写一首旅游观光曲 黄明志就邀请中国大陆的一名歌手 小花 来跟她一起合唱 但是墙外的歌词写得很敏感 主要是讽刺大陆的那堵墙 大家都懂的 像这歌词 像我站在墙外等你 期盼你的回应 多渴望会有奇迹 然后MV的女主角 穿的是红色的衣服 坐的是红色的汽车 离别时提着红色的行李箱 还有船上的红色座椅 都在影射中国大陆的红色政权 人民失去了自由 很显然呢 这首歌呢 肯定是不能在大陆播放了 但是黄明志发表这首墙外的时候呢 这个来自大陆的女主唱 小花呢 一直没有现身 MV里面也没有 这首歌的发布会呢 女主唱呢 也没有出席 其实也不难理解 唱这样的一首歌 在大陆肯定是要被封杀的 很多人呢 也会觉得它会很危险 但是就是在昨天呢 黄明志在脸书上呢 分享了这首MV的幕后花絮 并在贴文中表示呢 小花现身了 大家不用担心 它现在很安全 就像温室里的小花一样安全 MV的幕后花絮呢 小花露出了真容 长得很美 确实像一朵温室里的小花 小花在影片里 提及与黄明志的合作呢 她说它很有意义 以后呢 有机会呢 一定会去台湾去旅游 游玩 在黄明志贴出的 这只MV花絮影片的下面呢 有很多她的粉丝留言 大赞小花的容貌 像仙女一样 也有很多人担心 小花在大陆的安危啊 宇默个人觉得 首先呢 宇默先敬佩小花 参与这首歌的勇气 她的样子也确实很美 我觉得很多人担心 她的安危呢 也是在情理之中 但是也没必要 那么过分的担心啊 她其实也没做什么 无非就是唱了一首 讽刺大陆的一个作品 大陆最多也是封禁这首歌 也不会因为这么一首歌 真的就把它给肉体消失了 我看YouTube里的 很多所谓的恨国党 该回国的也还是能够回国 还有像什么袁东飞啊 徐晓东啊 不也都是在中国大陆生活工作 平时也在油管里出视频 我也没看到他们消失啊 如果被大陆公安关注到了呢 顶多就是警告一下 最多过去喝个茶 所以说大陆 所以说大家呢 也没有必要那么紧张 在大陆想做什么 说什么 确实很受限制 但也不至于像唱了这么一首 墙外就会被这个消失 所以说大家放心好了啊 好了 就简单说两句 墙外这首歌的旋律还不错 没听过的可以去听听 好了 就聊到这吧 各位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